将孝道落实在生活中 这也是修行最基本的法门 佛陀义佛说父母恩众难报经 教育世人孝顺的重要 这世上最深厚的恩情 莫过于父母对孩子的生育和抚养之恩 面对父母这份难尝的恩情 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就尽孝道 照料父母 并晨欢西夏 尽力行善不失 将功德回向给父母 一般如果我们要尽孝道的话 我们不是说给父母亲 有的吃有的穿 那只是小孝而已 那个孝呢 是很小的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尽孝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的态度 对父母亲的态度 就是要和援悦色 那么平常呢 我们继承父母亲的智业 那么这是忠孝 就是说父母亲希望我们成胜成贤 希望我们有所成就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我们满父母亲的意愿 那只是忠孝 那真正大孝呢 就是要 让父母亲 得到 超 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是成佛 那么在世的时候呢 我们要教父母亲念佛 要学佛 那么甚至呢 可以的话 可以劝父母亲吃素啊 不造杀业 修行的基本法门就是静孝道 也是道德伦理的根本 孝的意义不仅是维持家庭和睦 更能建立个人的良好道德修养 孝顺应该从自己的亲人做起 建而扩中到社会大众 乃至一切无量无尽的众生 祈愿全世界的人都孝敬父母 从孝一开始进入高尚的品德 也进入佛法的三昧 十方新闻 郭一文 许建议 屏东采访 报导